其實都算是有影響 同時的警示狂 有些獨有衝張 那邊會沒回話 那邊要怪迷茫 其實都算是有影響 出道四年的李榮浩首都在台北小巨蛋開唱 而這也是他的有理想世界巡迴演唱會的 第四次場演出 開場的搖滾開唱 就瞬間點燃現場氣氛 你不能說話才坦白 沒有時間再離不開 現在我就要把自己找回來 要是能崇拜 跟我兩旋利派 能進來電線做得更換 沒那麼多人才要是能崇拜 跟我兩旋利派 至少我還能歇歇去來 要是能崇拜 多麼厲害 要是能崇拜 我要是能崇拜 從最遇到馬 或是能崇拜 沒那麼多人崇拜 要是能崇拜 2014年讀下金曲獎這家新人後 李榮浩成功在台灣打開知名度 從首張專輯開始 李榮浩可說是每首作品都打動人心 深受歌迷喜愛 首度公彈的演出 自然讓台下觀眾沉醉其中 喜慎為你會滿足 喜慎為你會滿座 都曾經愛過 閉著眼的窗間 不被其笑歌 所忍不住 那詳歌更多 喜慎為你會滿座 看盡了你和你 今日旁邊的步行 恩情的一头人生应该有的错 我们相拥偏偷的权柔 揣摸着寻求自我 连大半人情有你我都包括 就这样就这样 那真相才能看 我想最爱心还没有希望 反正你 为了回馈所有台湾粉丝 倪荣浩是诚意十足 特别挑选局代表性的金曲翻唱 量身打造专属台北厂的限定内容 你也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变大 我会给你怀抱 收拾不了 看见你被难倒 写下我 独描楼连来爱的离扫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崩漾 如果也不会奔跑 踏不了 最后谁也都藏了 写下我 写下我 时间和情深交错的惆法 亭太危险 飞太远 飞太远 好的回燃 我们飞太远 冲上云霜 天空没有期限 它们急讓我们来自哪里 你今天幸福掉路回去 你开机会转开双翼飞行 我发的方向你 我叫你妈妈带你去买 你还去买 你快快拿到旋徉 旋律了吗 孩子叫人捧你的红包 我发的方向你 我发的方向你 你对我已经不感觉 每个想象 每个发的方向你 你对我爱我 我发的方向你 你对我已经不感觉 你也会爱我 我发的方向你 我发的方向你 你对我已经不感觉 每个发的方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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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的方向你 而除了重新诠释 台湾乐团金曲 让粉丝开心不已 有理想演唱会 台北场的最大爆点 肯定就是这个啦 好 你 你 也 你 你 可以 你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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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 何時來回憶 掌聲掙紮不息 何時貼心離開你 是你卻不遇 無辜卻不遇 係數自己 歡迎張成林 李榮浩與楊成林熱戀兩年多 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 雖然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但作風向來低調的楊成林 卻為了男友驚喜站台 讓台下尖叫聲不絕於耳 而演唱會上的粉紅炸彈 更是一波接著一波 番紅 暈盡的夜 仍將而上思念 燒毀了揮 燒毀了揮 暗默斑了唷 童韃 我接着跟你 成立着迷 我接着跟你 成立着迷 還是滿愛的 牽手掙扎夢醒 那是天性的愛意 建立著隔壁 回程著的我 誰說自己 不許你也不提 而是學遊戲 在學前穿過你 似時狂長的劍迷 累積著的你 沈逸著的你 世界真情 但繼續 其實寂寞遠離 白石灰的雨 繼續掙扎夢醒 那是天性的愛意 建立著隔壁 回程著的我 誰說自己 我的天性的愛意 愛意 神采靖 天性的愛意 谢谢我的女朋友杨春龙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 谢谢她 谢谢她一直陪着我 我喜欢她 她知道我在想什么 因为她是杨春龙 谢谢 今天在舞台上 其实一开始我们得到的讯息 然后看到有一些报导 就是有一些花束 尽情享受征服小巨蛋 没想到荣浩哥 你根本就是征服琴海的呢 征服琴海 对啊 这太发张了 那个是 那个就 当时可能有点太冲动了 其实还没想过 我看她走过来就过去了 所以对 过来一直喝 对 让大家吓了一趟 对 但比较惊吓的应该是 她 我女朋友 我喜欢她 对 你一说全场都尖叫了高潮 对 说了心里话 那山哥请问一下 对于那个突如其来的 那一个幸福画面 你本人在台下的心情是 我觉得很幸福很感动 但是我觉得各个报导 不会把那张照片给换掉 那张照片好像 已经送印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快报 照片给你换一下 山哥全买了 都全买了 那张照片会流传坚持 对 对 对 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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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对 今天在台上好像特别的开心 就是那种尝不住的笑意 对 对 对 我这个人是很喜欢笑的 哈哈哈哈 你看我笑 哈哈哈哈 对 哈哈哈哈 可以吗 你问了 你问了 哈哈哈哈 来来来 所以那个吻 也是尝不住的那个冲动 对 对 那一下确实没有想过 我自己也是 就是他 刚好好像到他唱副歌了嘛 我再弹吉他 然后他 我看他 看他在我旁边 我走过去就没有 对 就忽然一下一个 自己也没想到 对 那回去跟他道歉吗 因为拍出来的照片 好像他有点吓到有真理 对 对 对 我还没有 还没有 我回去会跟他说一下 不好意思 这太用力了 还是觉得怎么样都美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我觉得他也不会不开心 就是 对 我觉得其实没什么 对 所以就 就自己 觉得 可能我自己的大脑觉得 我到那个时候 应该这样做吧 对 但我自己没有想过这件事 对 所以 对 所以你们明天报纸少硬一点 那个照片我看到了 对对 其实我自己 是我自己特别跟他说 先不要跟其他人讲 其实连我们的朋友 我们最好的朋友 连我最好的兄弟 就直到昨天晚上深夜才知道 对 他就是我那个乐队的鼓手 黄景 对 他跟我一直彩排 他就觉得 为什么到这里忽然有个年轮书 那么怪 我说我想唱不行吗 你拿那么多问题 对 他每天都问我 好怪啊 这里你不要这样的 我不行 我就要这样 然后到结果昨天晚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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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到昨天晚上我才跟他说 所以我有特别跟他说 包括跟他的经理公司的人说 我想麻烦帮我保证一下 所以开始是你邀请他还是他自己说要他 当然我邀请他 对 当然 他有想一下吗 因为他马上就要打 他没有想 没有想 对 因为他之前反而是跟媒体说他不会来 对 反正我自己说 因为他最近好像有蛮多的什么记者会啊 很多东西 因为他好像也要做演唱会了 对 十二月的时候 给大家支持一下 所以你还会在哪里 是 我要看状况 真的看状况 不是假的 对 所以就 觉得他可能最近 应该很常会碰到一些媒体的朋友 我有特别跟他说 我就可能会帮我保守一下这个秘密 以荣浩及杨诚琳可说是感情事业两得意 演唱会上的甜蜜放闪 更是打动不少人心 让人看了都纷纷献上祝福啦 樊崔勒沈颖真理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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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崔勒沈颖真理发道